Hello大家好,我是宇哥 Hello大家好,小唐 上一集我们说到了八下的预言 那么今天我们来说未来编年史 如果我们有看过前面几集的朋友 请订阅我的频道 去看前面几集你的订阅和关注 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那么什么是未来编年史 在1921年一位瑞士的人文科学老师 他得病了 然后进行了一年的昏迷状态 在这一年昏迷状态当中 他的意识,他的灵体 进入了另一个人的身体当中 那么这个人是一位生活在 3906年的一位著名的物理学教授 3906年 对,然后他进入了这个人的身体当中 一年之后 他又回到了他原本的身体当中 这个听起来好像是 很像科幻小说一样的 对吧,感觉 但是实际上是一个真实的 瑞士老师的一个记录 他就怕别人不知道 不相信他 所以他把这个写成了一份日记 没有向外公开 这个瑞士老师名叫保罗阿玛迪斯 迪赫纳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于1922年从长期的嗜睡症中解脱了出来 他把所有的生动的回忆都记录在了一本日记上 后来成为一本书的名字 叫《未来编年史》 那么《未来编年史》不是一本小说 它源于一位叫做保罗阿玛迪斯 迪赫纳的瑞士的德语教师的一个日记 这本日记在作者的身前从未公开过 直到半个世纪之后 这个保罗的学生翻译出版 1921年由于昏睡性脑炎 这个保罗在日内晚的一家医院昏迷了整整一年 在昏迷当中 他的意识穿越到了公元3906年 进入了一个名叫做安德烈亚斯诺瑟姆人的身体当中 并在他的身体当中生活了一年 经历了很多事情 然后苏醒之后 这个保罗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 因为他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他的经历 那么之后这个保罗就旅居来到了希腊 在那里继续自己的教师生涯 那么不幸的是 由于这个费结合 保罗在1924年就去世了 也就是他醒来是1922年了 两年之后他去世了 在去世前 他把一本日记 就是他这本写了他一年经历的日记 就交给了自己最爱的一个学生 名字叫Georgie.帕帕卡奇斯 那么日记里记录了保罗在未来的所见所闻 此后的几十年 这个Georgie一直在断断续的尝试着 把老师的这个日记翻译成希腊 对老师了解越深 就使他越深信这段经历是真实的 那么Georgie曾经在12次来到瑞士 探访这个保罗过往的这个家庭 并没有获得更多的收获 他去这个保罗这个老师的家里 就老师不是已经死了吗 他就跟他的亲人啊 好友啊 家人啊 去聊嘛 这个事情 但是好像仿佛他们的家人 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肯定不知道啊 因为保罗谁都没讲 所以他并没有收获什么 在1972年的时候啊 这个Georgie已经成为了一个 雅典一家大学的一个校长 并在希腊的议会中担任一定的职务 尽管他很清楚啊 公开这本日记会给自己带来 声誉和前途啊 都带来负面的影响 但是这个Georgie啊 仍然将他公之于众 在亲友的这个小范围内进行传播 但是大规模出版这本日记的努力啊 始终啊 受到一股无形的力量的阻挠 那么这股力量可能就是来自于共结会 因为这个神秘组织啊 似乎并不乐意啊 就是凡人们得到 窥见未来的这些知识或能力 对吧 因为这本书里面 记载了很多未来的事情 所以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在2013年的一位年轻的希腊学者 从他的弟弟那里 了解到这本书的存在之后 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他用两年的时间 将它翻译成了英语并出版 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本 《未来编年史》 那么在3906年啊 著名的物理学教授 安德烈亚斯啊 诺瑟姆 遭受了这个严重的事故之后 并且有这个 冰死经历 当他醒来以后啊 他说着的方言啊 是2000年前的瑞士语 他不承认他的家庭的成语啊 而且无法入睡 永远清醒 与此同时 在1921年这个教师阿玛迪斯 陷入昏迷啊 并永久沉睡了一年 无法醒 就是说 这两个人的命运啊 是相互关联着 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我们猜测 这个诺瑟姆 在3906年 发生了一场 近乎致命的事故当中 灵体似乎迷失了方向 相反这个 阿玛迪斯啊 在1921年的时候 灵体脱离了他的身体 被错误的 拉进了这个 诺瑟姆 在3906年的这个身体当中 或者并不是错误的 而是某种精神导师 故意促成 诶 那那个阿什么 什么提斯 那个3906年 那个他也是在地球上吗 对啊 未来的人呗 对啊 无论如何 这使得 1921年 这个阿玛迪斯 进入了永久的 这个睡眠的状态 灵体离开了建筑 来到了3906年的 另一个男人的身体之身 那么通过 1921年 这个心智模板 因为他是 这个1921年的心智 他体验了 这个3906年 这个物理事件 非常的令他惊奇 对所有的医生来说 这两个时间 都是令人困惑的 那么在1921年的医生 用一种莫名其妙的 睡眠不足的症状 来诊断这个阿玛迪斯 那么3906年的医师 对诺瑟姆 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不能解释他的症状 并将其归类于精神创生 这个诺瑟姆 不得不重新开始 就是在这个3906年 各个方面进行再教育 包括这个 过去2000年的地球的 详细的历史 最终啊 这个阿玛迪斯 从这个未来的冒险中 而恢复了过来 重新进入了 1921年的身体 并将这个冒险 记录在了纸上 也就是他的日记纸上 下面我们就进入 这个未来编年史 在日记中 这个未来编年史当中啊 他们说公元2020年 就是我们现在吧 三维全息电视 将会进入我们的生活 没有啊 还没结束呢吗 2020年啊 再说有啊 怎么没有 3V全息影像吧 怎么没有啊 那5G开始了 那不是华为 三维全息那个采访吗 就一投信 投影出来一个人 一个记者坐在这 跟这个虚拟影像 在采访 超变态 是啊 我怎么看到那个采访 人们可以通过付费点播 来观看 但是他这个书是 人家1922年写的 对啊 他怎么知道2020年史起来 他说他穿越了嘛 那不是穿越到那边以后 他又复习的那个之前的 2000年的历史 他知道的 那么他说在公元2025年啊 之前我们说过的那个 氢燃料 也就是带气油的那个能源 海耀华预言 那个涛说的 巴夏也说过 这个氢燃料电池技术啊 将会带给这个交通运输领域啊 一个革命性的未来 对吧 巴夏之前也说到了 2025年之前 就会有这个 新的能源出现 那么这个氢燃料电池技术啊 有可能就是 海耀华涛也说了 那么氢燃料电池 汽车啊 将开始啊 批量生产在2025年 那么餐桌上会出现 具有肉类营养特征的一种植物 培养这种奇妙的植物啊 依靠的不是一般的水和肥料 而是人造血液 嗯 预计这种介于植物与动物之间的食物啊 会受到这个 素食者和心血管疾病者的青睐 但是营养价值是很高的 之前 我们说到的那个巴夏的预言 他不也说过 2025年啊 之前 会出现新的那个物种 就是可以满足人体需要的那几种东西 会大量的发展 在2030年啊 世界首架空气动力 无异电磁悬空 飞行器将在美国问世 它能够盘旋垂直起飞 又名啊 就是地球上第一代飞碟 将问世 只要在普通的玻璃窗上 加上一层涂层 就能够采集这个太阳能 并供给太阳能能量 而且这种太阳能玻璃啊 会进入千家万户 以后我们所有的玻璃都是太阳能涂层 供给整个屋子的电量 太阳能 那么在公元2035年啊 美国将开始发射第一批太空轻道夫机器人 专门运来啊 这个清理外太空轨道上的太空垃圾 空间太阳能发电站问世 就是在这个外太空中建立一个太阳能发电站 就不存在什么像我们地球上 还有晚上这么一说 在太空中永远都能找到太阳 利用这个轻动力能源的纤维汽车 将进入流水线生产 在2035年 刚才说2025年 那就过十年之后 这个轻动力能源已经开始批量生产 轻动力能源开始遍及世界各地 那么无线输电技术也非常成熟了 只要在室内啊 任何的交通工具中 比如手机啊 个人的电脑等等都可以自行充电 就不需要我们再去拉根线去充电 无线输电技术成熟 就2035年的时候啊 我们千家万户都不需要线以后 什么插线板啊 对吧 充电器啊 都不需要线 或者说手机放在这 它就会自动充电 只是有一个开关就是打开充电模式 那么在2040年啊 他说量子效应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啊 将突破使用这个量子计算机啊 逐步进入实用阶段 那么计算机使用会越来越简单 计算机的这个储存器和处理器啊 将集中在一个芯片内 使这个信息采集呢 传输储存啊 处理等功能啊 集成在一起 就现在我们计算机啊 都是处理器是一个 对吧 显卡一个 储存的那个磁盘是一个 就各是各的 它以后所有都集成一个小芯片上 全部都包括了 所以他说这个 我们的量子计算机将以无形性的广泛存在于各种机器等 个人的这个量子计算机将主要采用啊 人体生物作为啊 能量供给 就是以我们人体的生物自带的那种电量来供给它的这个芯片的能量 你明白了吗 使这个量子计算机运作 就是它会未来植入我们的体内 让我们人体啊 人体物理体内的这个微弱的这个电量来供给这个量子计算机 哎那以后可以打开这个手掌就可以打电话嘟嘟嘟 2040年不是以后很快 对啊 20年后 自己打电话就用手掌 20年后 按电话后 然后这样 喂 对啊 20年后哎 20年后 我几岁了 随身携带啊 而且更便捷了 眼罩式的显示器将成为啊 这个个人计算机配置的主流模式 眼罩式的 就跟VR一样 显示器 它说公元2045年 人类首次登陆火星 四五年才能登陆火星 量子发电机将应运而生 就是以后全是量子 超越这个量子效应这个屏障的技术啊 将达到实用化的水平 那么采用纳米技术生产芯片 纳米计算机将纳入我 投产批量生产 量子计算机 玩是大米计算机 大米计算机 玩计算机的观众 还会往中喷蛋 我们人类就不会饿死 你知道吗 就是通过这个纳米计算机啊 科学家们甚至能够研制出啊 制造出来的动力源 通过这个计算机 还有这个程序自动化 那么将这个白令海峡建成啊 海底隧道 未来连接地球的五大洲 一百多个国家的环球高速将会建成 以后就不用飞机了 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 环球高速公路 就跟现在这个北京啊 几环几环一样 其中有一环连着所有的州 所有的大陆 以后就有那个伺服的那个车车了 在公元2050年嘛 人类将迎来全塑料机械时代的到来 那么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手机电视手表计算机啊 将广泛的使用啊 廉价的塑料芯片了 就不像现在这种电子芯片 对吧 金属都是 未来都是塑料芯片 那以后都越来越便宜了 啊 高科技嘛 而以上的这个机器的显示器的部分 则采用啊 发光塑料 性能啊 更胜过液晶显示器 他这讲的也太细了吧 好像真的看过一样 他就是真的看过呀 所以他讲那么细啊 能照亮整间屋子 而且这种塑料还是可折叠的 你知道吗 超薄塑料 将代替啊 传统的各种灯具 所以以后我们的所有的 这个LED灯啊什么的 全部都被这种塑料所取代 包括我们的显示器 电视 全部都是 而且这种塑料 还能够喷涂在墙上 有部分的这种发光涂料 将采用于建筑室内安装 装潢当中 超科技感 就像我们现在的那个LED灯啊 什么的 就是安在墙上 发光嘛 直接喷到墙上就发光 好科技感 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 而且它这个东西 还会改变颜色 塑料太阳能电池啊 技术而走向成熟 让我们过上了电力 自给自足的这个日子 那么汽车的无人驾驶技术啊 全面地进入普及的一个阶段 从此这个司机的职业 就消失了 那么在公元2060年呢 汽油的枯竭 世界经济进入最后的汽油时代 这我们都能赶得上 那么世界上的第一座 高效而清洁能源呢 商用核聚变 发电站而建成 那么海水中的这个川啊 足够人类使用了上百亿年 开始在这个海底 大规模的开采可燃兵 然后大容量的地磁力啊 永久性的充电电池 将会被发明出 那么就代表着 未来我们的电力将会是永久性 所以他也说了就是 世界上第一个高效清洁能源啊 商用这个核聚变发电站 利用的就是海水中这个川 那么他又说海水中这个川啊 足够人类使用上百亿年 那么公元2065年啊 厌倦了每天平凡生活的人们啊 上百万人用冷冻技术啊 让自己被冷冻起了 而让自己移民到未来 得以寻求刺激 就我现在把自己冷冻起来了 现在好像是不是也有这个技术 没普及 没普及到把活人冷冻起来 未来几百年以后再把自己解冻的 但是2065年的时候啊 他说已经普及了这个技术 把自己冷冻起来 很多人啊就寻找刺激 冷冻起来之后 移民到几百年以后再把它解冻 那么国家法律将开始啊 解禁活人冷冻 人体冷冻 将有存在器官损伤的人啊 用上从自身体内克隆的器官 因此不会有任何的排斥的反应 那么国家防卫部门将全面的备战 机器人 大规模的机器人战争将开始运营 就是各个国家都开始建造机器部队 以后就是未来就是机械战争 从2065年开始 那么公元2070年呢 科学家将在月球一个天然的巨型的火山洞内啊 建造直径为500米的液态光学望运军 这个望运军可以干嘛呢 为什么要跑到这个月球的天然巨型火山洞内 建造一个直径为500米的液态光学望运军 对啊 我怎么不在地球建 为什么要跑到月球上建啊 看得更远呗 世界上第一个实验性正电子反应堆诞生 这标志着人类正式进入了反物质能源时代 2070年已经人类正式进入反物质能源时代 出现能够按照人的旨意啊 自动编程的一个AI系统 计算机将在法律事务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利用计算机可以更方便的呀 跟踪和分析各种案情 就是AI给你去跟踪和分析 根本就不需要人 破案率急速上升 AI给你列出啊 更有说服力的各种判断 最昂贵的费用是 使人们不敢轻易的再找律师 一些简单的法律程序 比如协议离婚 我们现在的 更改姓名等等 将可以由人工智能来出领 那么在公元2075年呢 海水淡化技术将获得突破 那么廉价的与安全的这种淡水啊 将会为这个缺水的国家带来真正的希望 海洋农业大发展起来 各行各业的这个海藻将被大规模的养殖 能够将金属与这个塑料等物质 结合打印的这种多材料 3D打印技术成熟 就是现在只是一个雏形 所以哪一个什么KFK不是也说过 他说这个家庭的机械电子厂 将会进入欠家万户 我们现在都是一个打工厂 而每个家庭都可以弄一个机械电子厂 足不出户就可以制造出 完全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一些产品 你想要什么自己造 3D打印自己造 那么在公元2080年 世界上第一家环绕于地球空间轨道上的太空 西尔顿饭店建成 西尔顿盖着 环绕太空轨道在转 我去这西尔顿饭店牛逼的 2080年还能体验上吗 悬了 60年 对啊 太空住一晚 哇 多爽 未来的这个行政学方面将会出现突破性的进展 根据这个DNA可以得知 人大致上的这个相貌体型了已经 把你的DNA往进一输入 这个体型样貌就出来了 破案就很容易了 那么公元2085年 真空管道磁旋服列车 在全球范围内商业运行 2085年才开始运行 我们又赶不上了 北京到纽约只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再过些时日 就是说它的技术瓶颈将会再突破 就是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又会缩短于半个小时 甚至是几分钟 从北京到纽约 那坐在里面 不会不舒服 你没有任何感觉 因为之前我们说时速是4000公里 过些时日 它的技术突破了瓶颈之后 会达到每小时18000公里 在公元2090年将开发出 就是预防恶性肿瘤的一个新的技术 那么对人体细胞内的DNA复制的人工程序化控制 比如说检测与修复这种 这是人类攻克癌症的一大胜利 2090年意思我们能够攻克癌症 成千上万的纳米机器人将成为人体内的第四种 血细胞 负责清除血液中的各种油脂 血栓 疏通血管 所以我们活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 病症会越来越少 在公元2095年呢 全球人口达到100亿人 为了解决空前庞大的人口吃饭的问题 人造肉 人造蔬菜 全部都出现了 人造大米 人造奶 就是人造鸡蛋 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 将开始淘汰农业 畜牧业 鱼业等等 就慢慢的都可以人造了 所以就不需要再去养殖浪费一些草呀那些东西了 在公元2100年呢 那么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可以编制人类DNA的这个机器 届时便会启动人类基因改编工程 将重新设计人类的DNA 开始拥有选择人类自我进化方向的一个权利 你可以选择你想往哪方面发展进化 这样的话就是一开始这个富有的家庭将可以购买优良品种的这个DNA 而植入自己即将出世的这个后代的身上 他就可以决定这个人的外貌 长相是什么样的 你先设计好 智商有多高 你设计好 体型要多胖 瘦怀有什么标准体型了 最完美身材都可以先设计好 在你出生前就设定好 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和普及 这种技术将向全人类开放 那么从此以后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很健康 很聪明 很漂亮 很长寿 很完美的一个体系 那好像没什么意思 在公元2105年的时候 一个全新的宗教将会在世界兴盛起 很快的将普及各地 全自动的游戏编程系统将会诞生 那么业余的玩家很方便的就自行设计这种大型的游戏了 甚至包括这个极其复杂的图像引擎与系统 自动编程 这谁都可以设计游戏你想要设计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游戏 就是到时候比的是以想象力 你知道吗 不是设计游戏 那么在公元2110年 太空升降机 太空电梯大规模的运 采用这个太阳能动力的机器 在三英尺的这个碳纳米太空升降机上 以每小时120英里的速度升降 从而使向地球轨道运输 材料成本 现在是每一磅一万美元 向太空运输东西 从这个价格下降到每一磅一百美元 将淘汰所有的载货火箭 就是现在是靠火箭来运输 往太空 那么以后就会建一个 从地球上直接建一个电梯 直接升到太空的 就直接建到太空 高度直接往上建 一直建到太空的 不会倒 不会 然后从这个 从地面直接往上面运输 就太空电梯计划 日本不是有一家公司 已经在做这个 是吗 公元2120年 将会出现一种最完美的 口服避孕药 服用一次 就能让人类输卵管 或者是输精管 发生类似于炎症 造成的一种堵塞 当不想避孕的时候 只要吃一种能够开通的药物即可 所以你想多少年之内 不想怀孕就吃一次 想怀孕的时候 再吃一颗开通的即可 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立体影像技术将会面世 它能形成 就是真假莫变的这种 无凭立体影像 就一辆车 一个美女站在那面前 都不知道它是真是假 只有一摸 穿透了 你才知道是假的 从而就淘汰了 所有的这个屏幕显示系统 如果在这个夜幕中投放的话 几百倍胜过这种烟花的效果 公元2125年的时候 欧盟将会整合成为一个联邦国家 那么各国政府 降级为地方政府 整个欧洲 公元2130年的时候 那对神经病学研究啊 能够理解就是各个感官 并且直接会运用到这种成果 做出一种能够模拟人类 所有感官信息的这个大脑帽 那么任何人戴上这种帽子啊 都能够进入到 虚拟现实的空间当中 体验整个虚拟世界 那么这项技术的广泛的发展 将导致影响了整个就是电影 游戏产业 影视产业等等 未来就是虚拟影响世界 就跟我们那个 看那个科幻电影 那叫什么游戏玩家 爬一戴上 哗就进入那个虚拟世界里面了 一模一样 这就是娱乐业发展的一种 根本性的革命 医生们戴上这顶帽子啊 可以体验病人的症状 就是病人哪里疼 哪不舒服 他戴上了以后 他就能感受到 他就知道是哪个问题 不然说的话 说不太清楚 那么游戏者通过 他可以组建立一个虚拟世界 在那个里面 你就可以当这个海奥华的涛 你就可以随便从那里拽一个人 带他到第九维度的星球去旅行 建立你一个那个海奥华世界 那么在公元2135年 电脑游戏和这个影视剧 甚至可以有机的结合为一体了 怎么结合呢 就是出现真正意义上的 这个互动式的电影 你明白吗 就怎么结合 你明白吗 就比如说武打 武打电影 在打的过程中 你也可以进去体验 你可以参与到 他们那个打斗的过程 我打 游戏 虚拟 就是这个电影和这个游戏 虚拟 结合到一起 你可以进入到 这个电影的那个影像 比如说他在宇宙中旅行 你也可以进入到 那里面去感受 就已经是这样 可以玩了 你知道吗 游戏和电影相结合 互动 对啊 就是比如说看武侠片 他们在打 练什么武功 你也可以进去 那么在公元2140年的时候 太空飞行器技术将发生 爆炸性的突破 这个核聚变 火箭 反物质 飞船 甚至利用这个太阳能啊 作为能源的这种 太阳风帆的这种 太空飞船 将进入实质性的阶段 此外呢 此外呢就是去月球啊 旅行将会成为一项很流行的活动 在2140年 世界第一座高度超过3000米的建筑将聚工 像最高哈利法塔在几百米 那么2145年啊 就是某一个恐怖组织啊 将试图进行顶级恐怖活动 发射能够改变小行星轨道的 这种太空机器人 然后让这种机器人来诱导 这个巨大的小行星来撞击地球 火他要干嘛 以后的恐怖袭击都是这种高级 直接把一个小行星引过来 之后啊 这个小行星被美国的太空总署 发射的这个太空机器人 在其上面安装了核弹 而引爆 而化解了这场危机 这就是未来2145年 将会发生的一次恐怖袭击 跟我们现在看科幻片似的 那么未来编年史啊 后面还说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各种预言 下一个我们该说2150年了 从2150年一直到未来的几千年 或者上亿年之后 他都有写到 那么让我们在下集分享吧 好了 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呢 请订阅和关注我们的频道吧 你的订阅和关注啊 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哦 拜拜 拜拜